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太岁特辑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为什么会有太岁 以及什么叫犯太岁 那我们中国传统的纪念方法 就是我们农历是怎么算的呢 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甘之纪念法 那甘之纪念法呢就每60年一个轮回 我们称为一个甲子 那明年很特殊 为什么特殊 因为明年是甲成年 那甲呢就是十天干的第一个字 每一年立春的时候呢 上面呢就会派一位神仙去统管 接下来一年的俘获 那民间就称这位神仙呢叫做太岁新君 因为每一年都会有位太岁新君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出生那一年的一位太岁新君的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那明年的这位太岁新君呢叫做李承大将军 他就负责掌管明年的所有的吉凶灾祸 那什么叫犯太岁呢 笼统的来讲 就是流年的地支 与你生成八字里面粘住的地支 相冲 枪吓 相害 等等发生特殊的关系 那这种特殊的关系呢 就是冒犯到了我们当年的一个太岁爷 所以这一年的小伙伴们呢都会相对比较不太顺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是特别顺的啊 就是他适合在这个时候有些冲刻关系的 那这个我们暂时不表啊 那接下来呢就我们来聊一聊啊 2024年有哪些生效是犯太岁的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我们龙的小伙伴们 因为龙的小伙伴们是今年的植年太岁 然后由于龙呢又是层层自行的一个状态 所以明年的龙呢是比较惨一点 龙龙们呢就是又是植太岁又是形太岁 那可能很多事情呢在你们身上都比较难得到结果 就是很多阻碍 然后又容易生病啊 因为形呢它有一些形骇 就是身体受伤啊 容易有一些法律问题等等的一些情况 那第二个第二个形作 第二个生效呢就是我们的小兔子 那兔子呢刚好去年刚好过完植太岁又来 那兔子呢就跟龙之间呢是有个相害的关系 所以呢小兔子明年是害太岁 害太岁呢就比较容易有小人相害啊 然后也会有一些疾病相害啊 所以明年人际关系和身体方面都要多多注意 那我们接下来第三位就是我们的修购 修购门呢这一年是冲泰税 那冲泰税其实在整体的影响来讲是稍微比较严重一点点啊 冲泰税呢就容易被其他东西冲撞到 那冲泰税这一年呢就希望很多事情都不要太过冲动了 那也不要去做一些很大的一些决定啊 当然因为有冲泰税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一年呢有可能会有些什么搬家呀 出门啊跳槽啊等等这些事情啊 那冲泰税的小伙伴们要多守住本心啊 不要被其他东西迷惑到 嗯 OK那下一位小伙伴呢就是我们的牛牛 那牛牛呢在2024年就是一个破晒税 搞得我都破阴了 那破晒税呢就会有一些破坏关系啊 破财啊破坏身体啊等等的这些 你能想象到的不好的东西都会出现 那所以呢啊牛牛明年呢要多保重自己 保重身体保重自己的各种东西啊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生肖 就是相对来讲啊比较多争议的 就是我们的小羊 有一些流派就觉得羊是没有犯太岁的 但是那我做一个小羊 我还是会去做化胎税法式的 接下来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来回答一下 延续一下刚刚那个问题 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化太岁呢 还是说只是犯太岁的这些人才需要呢 那我先来讲一个概念 那我们刚刚说这些犯太岁的生肖 只是我们所说的明太岁 其实还有暗太岁 就我们八字里面的地支跟流年的地支 会有相冲等等的这些特殊情况 在年柱上面显现 那就在生肖上面显现 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太岁 但是八字里面还有其他的三柱 就是月日时 当这三柱的地支和流年的地支 都有相冲相克相害等等的特殊关系的时候 这就发生了我们所说的暗太岁 就相当于你也是犯太岁 但不是明面上的犯太岁 那再回到这个问题上面 那我们是不是没有犯太岁 就不用去做化太岁呢 大家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八字有没有这些相应的一些地支 那如果有的话 而且很多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画一下 会犯第一个太岁呢就是first blood 然后犯第二个太岁就是double q 那第三个太岁呢就是trible q 那第四个太岁呢 Ace 所以这个就根据大家的想法 看要不要去化太岁了 正常来讲化太岁是个什么流程呢 那每一个门派啊 每一种法门都是不太一样的 像我们的话 有自己的单独的表纹啊 然后有自己单独的太岁符啊 然后就会在正月的农历初期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去做化太岁的法事 因为立春之后呢 啊那个太岁爷才会换岗 所以就会在那个时候 就去做一个法事 然后化太岁法事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太岁符给每一个小伙伴啊 然后到了年尾的时候 大概是冬至之后啊 这一段时间呢 就会啊做一个谢太岁的法事 就是就谢谢我们太岁爷今年对我们的保佑 化太岁的法事呢 就是把你这个人啊 上表给我们太岁 那每个门派 当然他们有不同的祖师爷嘛 也会通过的告诉祖师爷告诉我们的太岁信仑说 这位小伙伴怎么怎么样的 希望你多多关照他啊 那到了 所以到年尾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谢谢这位太岁爷啊 今年对我们的关照 OK 那就是整一个太岁法事的流程 那每一个门派 他们当然化太岁的这个 他们是不一样的啊 那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钱包来定 像单独的每一个人对应的一个表文的这种呢 是单独的化太岁法事 当然啊 一对一VIP嘛 对不对 大家懂的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像集体的啊 大家集体的一个大众的法事 这些一关是道观里面会做的啊 比较大的一些大型法事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单独去请一个太岁符呢 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根据每一个人的福报状况去抵抗啊 一个太岁带来的一些冲击 那还有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实在是囊中羞涩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去拜一下太岁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家里很多人都犯太岁那其实最好是全家去拜一下太岁 那一定要虔 前面这些我们说的拜托别人办我们化解太岁的这些事情 那自己能做什么呢 念北斗经三观经都是可以的 因为太岁新君你说它是新君嘛 天上的新星 那天生新星的话呢就可以念北斗经 北斗经也是讲天上的新星的 还有啊 斗母援君的报告 因为斗母援君呢是新星的母亲 所以呢就可以念斗母援君的报告 我去年的时候也是这么叫 饭来睡的小伙伴们去念北斗经的 然后还有三观经 也是保全家平安们化解这些厄运 那其实太岁的影响呢是从前一年的一个冬至之后就会开始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冬至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一年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呢太岁的作用 前一年的太岁作用就会相对减弱 后一年的太岁作用就会开始有个交叉 到了立春的当天啊他们就会进行一个太岁的一个当值的交换 那所以在立春当天呢是需要饭来睡小伙伴们是需要躲春的 就这一天尽量就不要出门 因为怕你碰到那些跟你相冲的一些啊小伙伴 那如果家里每个人都相冲的话 我建议这个时候就各自留在各自的房间里面 就是在那个时辰之间呢是最好是不要见面的 那这个时时间就是2024年2月4号 下午的4点到7点之间啊 这个时间大家就尽量不要出门啦 大家每一年都会问到啊 就是说太岁当年呢是身上是不是要戴什么装饰啊 比方说什么相相和的生肖的一些东西啊 或者是红绳啊红内裤啊袜子啊等等的 其实这些东西相对来讲是更加外物一点啊 更红火什么的最重要的还是你可以去做化胎色的法事 或者是说去念经文啊这是我认为相对比较有效的一些东西 与其花一些钱去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还不如从自己 自身开始尤其是犯胎色的小伙伴们在立春的这一天 一定要端正的心态要积极向上啊 不然你这一年都可能是会很颓废的度过 这是不好的 因为立春是新年的第一年 一定要持一个开心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新的一年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其实老生常谈的就是 我们所说的太岁化阶的法事一般都是道教的科医 如果大家碰到佛寺里面有化太岁的法事能不能参加呢 其实佛教里面的犯太岁的法事 它更多的来讲是一种消灾的一个法事 并且太岁的概念是从道教来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做化解太岁的话 建议还是在道观里面 那假设说你是信奉佛教的话 那你去佛庙里面去做一个消灾解恶的佛事也不是不行啊 那这个看自己个人的选择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那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龙年里面 因为马上我们太入离火久运了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得偿所运身体安康 先体验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